呼 来了一条金鲜鱼了 最近的出外还补偶尔都会有金鲜鱼过来 而且现在的价格也是挺好卖的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拿大宝哥 现在准备过去拉今天的第二个网啊 第一个网补到了有三四十斤的鱼货 还算是挺丰收的 第二个网离第一个网的位置也不远 看一下收获怎么样吧 要求不高吧 跟第一个网差不多的收获就行了 要是能来一些值钱的鱼货 其实也是挺不错的 第一条鱼货依然还是这个小剥皮鱼啊 有十个网至少八个第一条鱼货是小剥皮鱼 不过最近天气也是慢慢的凉爽了 小剥皮数量也是开始变少一些 但是小剥皮却长大了一些了 两条这个夹吉鱼啊也叫做红绿鱼 我们本地称这种红绿鱼叫做盘仔鱼 而小剥皮叫做迪仔鱼 这一种原生的剥皮就是叫做原迪了 今天的小剥皮确实大条了一些 但是相对比前一段时间是数量少一点的 但它是属于慢慢的减少 不是一下就没有了 这每一会儿的功夫啊 上来的鱼货还是挺多的 小剥皮跟加吉鱼 这一个网是放在外海的岸礁位置啊 所以看一下有没有大条的鱼货吧 再来两条小剥皮鱼 今天是不是又是要小剥皮大分收的呀 其他的鱼货比较少哦 基本最近几次的外海也是没有遇到什么小剥皮鱼群 别说是小剥皮鱼群了 其他鱼的鱼群也都是还没有遇到啊 不过离柠檬鱼的鱼群就是越来越近了 等大风瓜王再出海 基本也就是大尼蒙的旺季了 而且最近的鱼壳类也是越来越肥了 偶尔抓到几条真鱼啊 黑鱼啊 看起来也都是肥了不少了 而且也是越来越大条了 但是数量的话 要等到天气比较冷的时候才比较多 今天拉上了一些水母也是比较多个 而且有好几条小剥皮都被螃蟹给咬了呢 目前来看收获也算还行 鱼货不够 那就石头来凑 大柠檬大柠檬 当一个网也就补到了三四条这个柠檬而已啊 这个网拉了这么久才上来一条 不过也都挺大条的 普遍一条都是三四两的样子啊 一些大条一些的就有个七八两 不过现在比较少 基本也都是两条到三条左右一斤这种柠檬的规格 小剥皮就要五条左右一斤了 不过最近的小剥皮也是长大了一些了 不管涨没涨大条价格也都是一样的 卖给鱼排的话就是六十块钱 自己卖的话就是六十五块钱 但是卖给鱼排的话就要养活着回去 自己卖的话就不用特意把它养活起来 但是自己卖的时候就要帮忙把鱼皮给去掉 而且肚子也是要处理一下 基本这些有鱼鳞的也是要去一下鱼鳞的 不过对于我们经常处理的这种简单的处理一下也不难 就是为了多赚几块钱的手工费吧 大柠檬啊 来了一条金鲧鱼啊 最近的出外还不偶尔都会有金鲧鱼过来 而且现在的价格也是挺好卖的 一般也都是这种四十几块钱一斤啊 一些大条的一些就价格规格几块钱 不过拿来清蒸的话 这种两斤左右的规格就刚刚好的 太大条肉质相对比较财 也剩大金鲧鱼啊 金鲧鱼养殖的比较多 而且现在已经可以实现淡水养殖这种金鲧鱼了 养殖的金鲧鱼好像一斤也就二十几块钱吧 但是我们南澳岛是没有养殖这种金鲧鱼的 因为海捕的比较多 我们本地人也是不准备吃养殖的鱼 毕竟野生的海鲜这么多还吃养殖的干嘛呢 连修鱼区的时候都是要吃野生的海鱼 当然也有一些经常吃养殖的鱼货的 因为价格比较便宜的嘛 还来了一条小海鲤鱼呢 太小小就留着自己吃吧 毕竟我还是挺喜欢吃海鲤鱼的 简单的蒸一下 然后再涨豆酱或者酱油都是挺好吃的 而且现在的海鲤鱼肥度也是够的 价格也适中啊 现在应该是五十块钱左右 不过一般一条都是要八两以上的 基本都是一斤左右的 赤豚鱼赤豚鱼 搞几条小菠皮拿来红烧味道也是挺不错的 小菠皮我更喜欢吃红烧的多一些 这屯鱼就放回海里面去吧 但是我们在船上小菠皮都经常拿来煮面条吃了 毕竟船上也没有那么多调味料可以红烧 在船上就追求简单方便 大海鲤也来了一个啊 最近的这种海鲤开始变多了 但是大海鲤是不能吃的啊 而且我们这边也是没人要 而且海鲤闻起来有一股特殊的臭味啊 所以直接把它丢回海里面去就行了 但凡海鲤一个能卖个几块钱 我都是会把它留起来的 不过听说海鲤也是一味重要哦 这个我就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这东西能入药吗 小个的海鲤才能入药吧 大海鲤应该就不行吧 这个网也才拉了差不多一半左右啊 目前来说收获应该算还行的 基本也都是以小菠皮为主啊 其他的鱼货比较少 总体来说也算是还行了 毕竟小菠皮在这些鱼货当中也算是比较值钱的了 这一段倒是连续的拉不到鱼货上来啊 这一个网的加急也是上来了好几条 估计也是放到了没有礁石的位置了吧 也没有什么比较特殊的鱼货上来啊 我只知道已经是很久没有遇到什么之前的鱼货了 不说大山刀这种有差不多一年没有遇到的 海鸿帮也是要好几个也没遇到了吧 龙虾倒是遇到了两小只 石雕什么的也就还没有遇到啊 基本过来也都是普通的 也就只能靠着数量来堆积了 毕竟一条海鸿帮就要顶好几十斤这种鱼货了 但是什么时候才能来一条啊 也是等待了有够久的时间了 还在期待当中 来了好几条柠檬鱼啊 也都是这些比较大条的柠檬鱼 像这一种就要一条半斤有多了 但是柠檬鱼不管大条小条价格也都是一样子的 通常也都是三十来块钱一斤 柠檬鱼拿来红烧也是挺好吃的 或者柠檬鱼拿来香煎味道也是挺不错的 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吧 我就比较喜欢吃香一些的做法 但是我们本地人又比较喜欢清淡一些的做法 像柠檬鱼他们就比较喜欢拿去煮蒜梅了 近海那边作业的鱼床还是挺多的吧 灯光还那么亮的呢 这个季节应该也没什么鱿鱼了呀 怎么还有这种灯火照鱿鱼的鱼床在那边作业的呢 不过灯火照的鱿鱼确实是鱿鱼中质量最好的一种作业方式啊 基本旺季也都是在修鱼区开始一个月之后啊 然后就是开海捕鱼一个月之后就开始当了 现在基本上也就是没有什么灯火照鱿鱼的鱼床了 数量比较少 基本改去灯火照虾了 毕竟捕鱼的作业方式还是多种多样的 后面放排钩的季节也是快到了 16枚16枚 今天偶尔都有几条这种16枚过来啊 但是比较少 价格相对也是比较高一些的 上一次卖的话已经是有42块钱 好像这个网也是接近尾声了 越来越轻 今天的赤豚鱼也是真的多呀 这里倒是连续来了好几条夹鸡鱼 好的 然后这一个网也就是拉网了 又是满满的一大框 第二个网也是拉网了 第二个网收还不错 上来了挺多小薄皮的 柠檬又要加几颜就上了一些 满满的一大框 然后现在怎么过去拿下一个网啊 好了 这个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吧 下一个网的视频下期再分享给大家看 我是脑岛标哥 喜欢我视频的 也记得给我点点关注哦 谢谢大家